知名英国歌手Ed Sheeran红发艾德于9月发行了他的第七章录音室专辑Autumn Variations 这次他选择了一种特别的宣传方式 直接与粉丝互动 亲自挑选全球14个国家的粉丝 为新专辑中的歌曲拍摄音乐录影带 其中 一位20岁的台湾粉丝Karina以其对When Will I Be All Right的诠释而受到关注 红发艾德表示 Autumn Variations是专为粉丝创作的作品 他想看到粉丝们如何解读这些音乐 于是决定邀请来自全球的粉丝参与音乐录影带的制作 在超过4000份来自75个国家的作品中 他挑选出了14位最满意的创作者 其中包括目前正在美国留学的台湾人Karina Karina在When Will I Be All Right的创作中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他提到 在从台湾到美国的留学旅程中 生活的变化被放大了 他和他的朋友们花了一些时间才将生活安排妥当 尽管他们思念家乡 但每次向前迈进 都在生活的小角落里找到了爱与支持的支柱 无论是来自家人 朋友 还是宠物的陪伴 或与陌生人的共同经历和歌词 这些都给予了他们勇气向前看 Karina与朋友们创作的影片中充满了台湾元素 通过游子思乡的概念与When Will I Be All Right这首歌曲相连接 影片中出现了珍珠奶茶 台湾国旗和对家人的思念等元素 这些特别且富含意义的创作 最终成为了代表When Will I Be All Right的 官方音乐录影带 Autumn Variations这张专辑的灵感 来自于音乐家艾尔嘉运用14个不同的符号 来代表他身边14位朋友的故事 红发爱德延续了这一理念 帮助朋友们真正了解自己的感受 专辑中的歌曲一题涵盖了爱情 有意 心碎 沮丧 估计 以及困惑等多重面向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Linux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